立位纪第26章 你们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不可为自己立雕像或神柱 也不可在你们的境内安置实相 向他跪拜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遵守我的安息日 敬畏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你们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诫命 遵照奉行 我就按时给你们降下雨露 使地生出土产 田野的树木也结果实 你们打河必打到摘葡萄的时候 摘葡萄必摘到撒种的时候 你们吃食物吃得饱足 在你们的境内安然居住 我必使你们境内太平 你们睡觉没有人惊吓你们 我使恶兽在境内掘击 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 你们必追赶仇敌 他们必在你们面前倒在刀下 你们五个人必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必追赶一万人 你们的仇敌必在你们面前倒在刀下 我眷顾你们 使你们繁殖增多 也必建立我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吃九层的旧粮 要挪出旧粮 腾空给新粮 我必在你们中间安置我的居所 我的心也不厌弃你们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你们不再做他们的奴仆 我折断了你们所负的恶 使你们挺身昂首地行走 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 不遵行这一切诫命 如果你们弃绝我的律力 你们的心厌弃我的典章 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 违背我的约 我就要这样待你们 我必命惊慌临到你们 劳病热病 使你们眼目昏花 心灵憔悴 你们必突然撒肿 因为你们的仇敌 必吃尽你们的出产 我向你们变脸 你们就败在仇敌面前 恨恶你们的 要管辖你们 虽然没有人追赶 你们仍然逃跑 经过这些以后 如果你们还不听从我 我就要因你们的罪 加重七倍管教你们 我必粉碎你们夸耀的力量 我要使你们的天像铁 你们的地像铜 你们的气力突然用尽 你们的地不出产 境内的树也不结果实 如果你们行事为人 与我的心意相为 不肯听从我 我就要按着你们的罪 使灾祸加重七倍地 临到你们 打发野地的走兽 到你们中间 夺去你们的儿女 残害你们的牲畜 减少你们的人口 使你们的道路荒凉 但如果你们经过这些事 仍然不归向我 行事仍与我的心意相为 我也要与你们作对 按着你们的罪 再加重七倍击打你们 使刀剑领导你们 报复被以约的仇 聚集你们到城里 好使我打发瘟疫 在你们中间 把你们交在仇敌的手里 我断绝你们的粮食来源以后 十个女人 要共用一个炉子 给你们烤饼 她们配给定量的饼给你们 你们要吃 却吃不饱 如果你们经过这事 还是不听从我 行事仍与我的心意相为 我就必发烈怒 与你们作对 我要按着你们的罪 再加重七倍管教你们 你们要吃自己儿子的肉 女儿的肉也要吃 我必毁坏你们的秋坛 砍倒你们的湘坛 把你们的尸体 扔在你们扑倒的偶像上面 我的心必厌弃你们 我必使你们的城市 变为荒场 使你们的圣所荒凉 我也不闻你们心香的忌 我要使地荒凉 连住在那里的仇敌也惊奇 我要把你们分散在万国中 我又拔出刀来追赶你们 你们的地成为荒凉 你们的城市变成荒场 当那地荒凉 你们又住在仇敌之地的时候 地就享受安息 那地要休歇享受安息 因为你们居住在那里的时候 地不能在你们的安息年中 享受安息 唯有在荒凉的日子 才可享安息 至于你们剩下的人 我必使他们在仇敌之地 胆战心惊 风吹落叶也会吓跑他们 他们必逃跑 好像逃避刀剑一样 虽然无人追赶 他们却跌倒 虽然无人追赶 他们却向面临刀剑 彼此撞跌 你们在仇敌面前 不能站立得住 你们要在万国中灭亡 仇敌之地必吞灭你们 你们剩下的人 必因自己的罪孽 在仇敌之地消灭 也因犯了祖先的罪孽 日渐衰弱 那时 他们就会承认自己的罪孽 和他们祖先的罪孽 就是他们对我不忠的过犯 又承认 因为形势与我的心意相为 以致我也与他们作对 把他们带到他们的仇敌之地 如果他们未受割离的心 这样谦卑下来 情愿接受他们罪孽的刑罚 我就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 纪念我与以萨所立的约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我也纪念这地 他们会离开这地 地在荒凉无人的时候 就可以享受安息 同时 他们要接受他们罪孽的刑罚 因为他们弃绝了我的典章 他们的心 厌弃了我的律历 虽然这样 他们住在仇敌之地的时候 我还是不弃绝他们 也不厌弃他们 不把他们灭绝 我不会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的缘故 我要纪念我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 他们的祖先 是我在列国眼前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些是耶和华在西奈山 借着摩西颁布他 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律例 典章和法则 看来 哦 这些是 你以色列人之间的 按摩西颁布他 一旦 好的 继续 多了 至少 你以色列人赌唄